多家媒体报道说 中国著名作家铁刘 被北京警方以涉嫌 寻衅滋事罪为由 刑事拘留 现在我们电话连线 作家铁刘的夫人 任腾芳女士 请她介绍最新的情况 任女士 你好 在线上吗 在 任女士 我们看到的报道 多半当然是海外媒体的报道了 都是谈到 铁刘先生是被北京警方 以寻衅滋事罪 而刑事拘留了 我们都知道 铁刘先生八十岁高龄 这个寻衅滋事罪 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刘先生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就是说 当时他来传缓的时候 铁刘也问过他 就是说什么叫寻衅 什么叫滋事 你们跟我说清楚 但他们就说 我们奉命而来 你会知道的 就是说当时传缓的时候 不告诉他 说你到那我也接受 接受那个什么 就是询问和调查 然后就要带他走 我到现在 我还是没弄清楚 就是说他到底是 评写之事是什么事 评什么写之什么事 那么我的想法呢 就是我认为呢 我估计可能之前 他好像在网上发表过几天 关于就是 刘云三的文章 因为他对刘云三意见比较大嘛 他就说刘云三属于 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常委 就是说 封杀议论啊 就是说 或者是那个就是 封杀新闻呢 就是比较厉害 他说我媒体方面的 那些工作人员 对他的意见都挺大 他曾经我听他聊过这事 杨女士 铁刘先生以前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这还是 或者说这就是第一次 他遇到这样的情况 没有那么严重 以前倒是就是说 带着我们就是说 飞儿让我们去 曾经在 大概10年还是 12年 我印象中 我已经记不住了 就是说 我们刚好出门的时候 就是说强行 让我们 带着我们的车 就他们的人 和他们的司机上来 把我们的司机换下来 然后把车开到 那个一个宾馆 并为挂牌的一个宾馆里边 就说 说他们领导要给了沟通 那么但是是强行的 我们不去也不行 反正人上来 就把你挤在车中间 但是呢 就是说 后来他们头来了以后 说世上的一个 体长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我们都不知道 人家也不告诉你职务 然后呢 就跟铁楼单独 好像也沟通了 一定的时间 那么也就 让我们走了 如果你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 您是否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争取当局释放铁柳先生 你说现在 现在我就觉得这种案子吧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既然是 你得罪了某个高层 那么 估计 就是我们个人力量很小嘛 就是说 也没什么多少办法 但是呢 有些事我们也不得不做 你就说你 你现在他在刑期期间 也见不着 也见不着面 那么只有律师才能见入 我也得要请律师嘛 但是我在这方面呢 没有多少关系 也不太认识人 现在去朋友区 大家在帮着我 在出主意 我实际上自己能做的 能够做的都很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反正请律师是肯定要请的啦 好 谢谢任女士 保重 感谢作家铁流夫人任恒芳女士 通过电话接受采访